大家好,我是威浩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解学测第101年自然科的21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在说些什么吧 题目说 三个静止的物体甲与柄同时在水平面上做直线运动 那题目又给我们三个图表 分别表示甲的位移跟时间的关系图 乙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 柄的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 那题目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题目要时间为第五秒时 甲与柄三折的加速度量值的关系 那解这题我们需要哪些东西 我们需要运动学的基本工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运动学基本工具的定义吧 首先我们要知道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定义 那位移的定义是什么呢 位移的定义是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变化量 它是属于向量 而在SI字单位里面 它的单位是公尺 那它是向量 我们在写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 在它上面加上一个键号 那速度的定义是 单位时间内的位移 因为它是从位移变来的 所以它也属于向量 而SI字单位里面 它是属于公尺每秒 用纳用数学的表示方式 就是delta t分之delta r 而因为速度属于向量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也要帮它加上个键号 那加速度的定义是什么呢 加速度的定义是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变化量 因为它是从速度变来的 所以也属于向量 而SI字的单位 它单位是公尺每秒平方 用数学的表示方式是 delta t分之delta v 那因为属于向量 所以我们也要记得 帮它加上个键号 OK 那接下来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需要哪些东西 我们接下来就抛开物理 我们来看个东西 叫做数学 那数学里面的什么 是我们需要的 数学里面的斜率 就是我们需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斜率的定义 吧吧吧吧 斜率的定义 简单来说 就是直线的倾斜程度 那斜率在数学里面 我们会用m来表示 简单来说 就是我x的改变量 跟我y的改变量的比值 那我们数学式子可以写成 delta x分之delta y 就是我x改变量 除以我的y的改变量 那用图表来表示 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我的delta y在这 我的delta x在这 而它们之间的比值 就会是我的m 那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 非常眼熟呢 没有错 这个图表的颜色 跟我们lis的颜色 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 大家还有发现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觉得 跟刚才我们学的 速度的定义 和加速度的定义 长得很像呢 没有错 delta t分之delta r 和delta t分之delta v 分别就是我的速度 和加速度 那换成图表 我们就直接来看 换成图表 我们就会写成 这个样子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位移与时间的关系图 里面的斜率 就会是我的速度 而我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图 里面的斜率 就会是我的加速度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回来题目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我把图表往上移 那我 那接下来 我把刚才教的东西 当做提示 摆出来给大家看 不是这个提示 摆错了 这个才是提示 那这个提示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甲 它是位移与时间的关系图 义 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 并是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 所以甲的st图的斜率 就会是我的速度咯 那我义的vt图的斜率 就会是我的加速度 而丙的at图 我们直接就可以知道加速度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甲的st图斜率固定 所以速度固定 那速度固定就代表 我们没有加速度 所以加速度为0 那义的vt图 在5秒的时候 斜率也为0 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到 它的加速度为0 那丙呢 虽然它是一个平平的 但是它是有加速度的 它的加速度是0.2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 正确答案是 a 甲等于e 小于丙 诶 那刚才那个提示是 就是错了 好 那今天学完这些东西 有哪些东西是要记得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要先记得 我今天位移与时间的关系图 它的斜率是速度 那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图 它的斜率是加速度哦 那接下来补充一些东西 也要记得哦 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图 它的面积 会是我的位移 就有点反推回去的感觉 我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图 它的面积 就是我的速度 那接下来就会有同学来问啦 那我位移跟时间的关系图 它的面积呢 完全没有任何物理的意义 那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的斜率 也没有任何物理的意义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考题重点咯 如果你不知道运动学的基本公式 或是你忘记了 或是你想要知道多一点工具 像是运动学的基本为积分的应用 那点选下面的影片观看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